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红族 蓝族和银族 这三大种族奥特曼 那今天呢 我们就来说说 该如何区分您所喜欢的奥特曼 到底是哪一种族呢 在开始之前啊 我们需要先了解奥特曼都是怎么来的 看过超银河传说的都知道 最开始的时候呢 奥特曼跟我们人类是极为相似的生物 由于接受了等粒子火花糖的照耀 它们才变成了如今的奥特曼 但是它们的体内精英差别呢 却让它们分别变成了 红 蓝 银 三种种族 我们先来介绍红族 红族奥特曼最明显的身体 就是全身大面积的红族 会佩戴胸甲与肩甲 身上有脚细的银色条纹 眼睛形状是六脚型 代表人物就是赛文了 另外 雷欧两兄弟虽然不是M78的人 但是如果按照颜色特征区分的话 它们俩真的就是完全全纯的红族了 红族奥特曼大多体处非常好 光线却比较单一 没有银族的奥特曼那样多样的变化 银族 银族奥特曼的身体特征呢 就是银色占出一奥部分 红色的条纹散布在身体的表面 眼睛为椭圆形并且向外突出 可是说我们见过的银族奥特曼是最多的 初代 左飞 杰克 还有奥夫奥武等等 通通都是银族奥特曼 跟红族相比起来呢 银族更经常出现法师 它们的光线都相当的强大 像不放弃小王子艾斯 还有单体最强光线的左飞大人 蓝族 蓝族的奥特曼主打射的那些蓝色 全上下包裹着银色的条纹 眼睛跟银族极为相似 形状是圆眼睛 在设定上呢 蓝族的战斗力大多不太强 并不是个前线的战斗 但是他们的智商确实是三种中最高的 代表人物就是光之国的特业家希可利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 这家伙貌似义并不只会发明 战斗力也很强啊 大概呢就是这三大种族了 但是其实呢 还是有几种比较特殊的例子 比如七爷的儿子赛罗 明明老爸是红族 自己却是光之国第一个基础形态 为红蓝色岛的呢 大概是因为知道 这是新生代的人气王 要在多部电影中当主角吧 所以设计师把他整的特别脸 也是应该的嘛 另外一位呢就是太子爷泰罗了 明明自己的父母都是淫族 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呢 就变成了红族呢 很多人都在说 奥姆其实有隐藏的红族基因的 也就是说泰罗的外侣外母 还有可能一方就是红族 所以大家也就别黑奥富再绿帽子了 我们是种族所以说吧 所以大家也就不要 被这种事情讨论啊 至于奥特之王 应该是最神秘的呢 四肢呈现主色 而且眼睛红红 说实在的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算哪一种 谁知道答案可以告诉我呀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兴趣得到一段 可以关注我们的动漫新权 我是金元哥重充 梦想的充议 奥特曼的男人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